小冰冰在4月底才因为让这个儿子小小冰拍着俩搞广告 这大家吓傻了 真的是违反了儿哨法惹起了争议 不过现在更传出来这个小小冰 他可能在向酒店搂妹 怎么回事呢 我们带您看看 因为他现在爆出在4月底的时候 他曾经到台北很知名的酒店 来找小姐来饮酒做了 这个人他们就批评说 怎么儿子赚钱老子喝花酒呢 小冰冰他也强调说 自己每个月上通告也有来赚钱 知道自己身份很特殊 他到酒店也不敢来乱来 但是布局者就说了 他在酒店看到小小冰 哇他竟然是搂妹喝酒 小冰冰他则是否认说 有跟小姐搂抱的行为 说自己当时的确有去酒店 他只有进几杯酒就离开了